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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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俊波 杨俊波 陶腾说杨俊波是坏人 妈 陶腾开玩笑的 杨俊波是好人 杨俊波是好人 杨俊波是坏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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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己的伤痛来炒作 请不要用一颗怀疑一切的心 面对世界 这个丁天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觉得真的会是张五吗 我觉得孟杰说得有道理 说张五是强奸犯我也不信 八卦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孟杰和张 这可不像你啊 我也是关心孟杰 总不至于在你这一刻书上吊死吧 女人啊再聪明 吃起醋来还是小女人 小女人怎么了 儿媳妇 她团回来 告诉我一下 她看完会就会来接你 好 我真的觉得这个张五挺远的 林默好像认定就是她了 她只说那天见到她 可强奸犯的脸她并没看清 而且人的记忆是会撒谎的 这个苏丰也一直很焦躁 对林默的情绪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她急于找到那个人 这样心理负担才会小一点 我看这样 我还是啊再找他们俩聊一聊 阿姨的复诊就拜托给你了 好 妈我有事去忙 你在这儿等会儿 她会照顾你 那你早点回来吃饭 好 早点回来吃饭 好 椰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干嘛 你早跟我儿媳妇说那么恶话 干什么 张美 来 下两个体温 变下啊 睡得还好吗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看一下你不在这几天身体装了怎么样 好 等一下 雪鸭 你相信是她吗 你相信是张伍做的吗 你已经知道了 网上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 想不知道都难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不会是她 你怎么肯定 反正我觉得 她不是那样的人 你呢 你觉得是她吗 对 陶主任母亲的复诊 那我现在过来拿 阿姨 我们可以去拿您的复诊报告了 好 把你后少跟我儿媳妇套进火 你说说笑笑的 你点不严肃 像什么样子 好 那 我们走吧 好 我要跟你去 要不 我去帮您拿 您在这儿等我 行吗 别乱跑 你等等啊 你要碰个 曹藤 跟他说 杨俊波是坏人 提防着他点 好 我一定跟他说 杨俊波太坏了 哎呀 我得跟陶藤去说 一定要提防着他点啊 杨俊 我妈怎么样了 在她办公室啊 你怎么交给她呀 好吧 我自己过去 林沫 我不是给我自己的同事开脱 但是从账务平时表现来看 她真的不像是这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我老婆有这种事陷害她 当然不是了 我是希望 林沫能不能再仔细地回忆一下 她都已经这样了 还回忆什么 所以 我建议你们平静一下 至少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来做判断啊 绝对不能放过张五 你是 你是苏先生吧 是啊 我是张五的姐姐张妹 什么意思啊 她非要过来 张五最有应得 我支持你 请你相信我 我跟张五早就断绝关系了 我比你还要恨她 只是现在 林太太的证词 还不足以顶达的罪 我们没有任何人证 我有一个直接的方法 可以将张五绳之以法 你怎么来了 阿姨呢 人交给你的 你问我 我让她在这儿等我 她人呢 杨军波 你太卑鄙了 你不就想阻止我和叶子吗 有本事你冲我来啊 我告诉你 如果我妈有任何事的话 我绝对饶不了你 没有义务 因为你脑补的清洁挨打 我是去帮你母亲拿这个 这是你母亲的复诊报告 少有这个 复诊报告上面写得很清楚 你母亲现在脑退化 定向力障碍非常严重 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打架 不如尽快去找人 做亲子鉴定 现在您女士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定张五的罪 但是孩子的DNA是不会变的 只要让孩子跟张五做亲子鉴定 就可以确定她强奸犯的身份 将她绳之于法 你真的是张五的亲姐姐 我跟你说过了 我跟她早就没有关系了 我跟你一样恨她 这个确实是证明真相最好的方法 他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 你至于吗 你相信是他干的吗 我不信 我也不信 人言可畏 这种事情 是最难说得清楚的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让张五尽快地洗脱嫌疑 那你刚才干嘛还那么说啊 我不那么说 他们能相信吗 那这么讲 你原谅张五吧 原不原谅他 他都是我弟弟 他都是我弟弟 小林 谢谢你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差不多这么高 小孙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阿姨大概六十多岁 这么高 不知道 谢谢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走量 都是进入信息时代了 你永远又无法猜清楚 天天跟你朝夕相处到底是人还是不够 干嘛骂人呢 哎呀 快看 我告诉你 这个就叫做知人知念不知心 我呸 我看真是胡说八道 我在医院上班这么久了 天天跟张五朝夕相处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完了完了 张五这回肯定是失误 反正我是相信他的 科学会证明一切的 不是做了镜子鉴定吗 鉴定结果有好几千才能出来呢 嗨 哎呀你干嘛你 吓死我了 下班了 那几个病房你们查一下 拜拜 哎 怎么没有这样的人啊 凭什么我查吧 吓死我了 哎你好 请问你没有看到一个差不多六十来岁 但是神经很恍惚的样子 没有 谢谢 哎 陶主任母亲来做复诊 你又没看到 没看见 没找到 他会跑哪去 是 查清楚 走 你好 你好 你怎么了 有什么不舒服吗 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事可能就天比较干 真没事 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 我是过来上孕妇课的 那好吧 啊 嗯 干嘛 刚才那运缩跟哪儿的那些你没看见啊 看见了 那你就这么从边上走过去了 那你要我跳过去啊 没跟你开玩笑 你别忘了 你是个护士 我下班了好吗 下班了你就不管病人了 你不是出现了吗 那我要是不出现呢 这是医院 医生护士那么多 不差我一个 还有事吗 没说我走了 别找这口 如果那病人不在医院 你也一样会走我去不管他 因为你就是一个 没有责任心 没有同情心的人 拜拜 哎 无可救药 再换 急诊室呢 急诊室看看 或者站看一眼 哎 找到了 哎 她出去了 诶 医院外还有其他症状后吗 没有了 这都选择的事 大概十分钟之前 我是这边走啊 还是 还是这样啊 嗯 那边走啊 林某和苏丰答应做性子鉴定了 结果这两天就会出来 既然没有拒绝的证据 为什么还不放人呢 配合调查吧 他们会不会打他呀 你有外国电影看多了吧 哎孟姐 我怎么觉得 你对这个张武好像特别上心呢 没有啊 大家都是同事很正常的关系嘛 没什么不正常的 你别想多了啊 我什么都没想 用得着什么激动吗 我有激动吗 你好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孕妇班怎么走呀 我带你去吧 好 谢谢 哎 你鼻子怎么了 又流血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可能只是上火 我带你去吧 好 谢谢 阿姨有事吗 你是谁啊 你要没什么事 那我走了 我真走了 好啊 和女婶是吧 和丽 几周了 十二周了 孕妇班就在前面左转 好的 谢谢孟医生 哎 何女士 有句话 我还是想直说了 你的手臂是受伤了吗 家庭暴力也是犯罪 您不需要害怕 我们可以帮您 想哪儿去了 没有家庭暴力 那你的手势 可能不小心碰着哪儿了吧 我就是嫌难看 所以才不好意思露出来 那你还是过来检查一下吧 真不用 一点也不疼 那我先走了 你要检查的话 随时过来找我 好的 谢谢 谢谢 会不会回家了 别跟着我 我告诉你 如果我妈真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跟你没闻 慢一点 小心 红灯红灯 哎呀 我很忙的 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 到底住哪儿啊 我就不该管你 哎 要不我帮你报警吧 哎 我帮你报警 哎 想起住哪儿了 过马路 哎 哎呀 烦死了 哎 小心 啊 这不是住宅区 这是商业街 你不可能住这儿吧 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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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显便 哎呦 你耍我呢 哎 叶医生 你看 他在那儿站了很久了 看着怪吓人的 你看这什么情况啊 苏先生来看孩子啊 都挺健康的 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块儿啊 啊 这个女孩 不是我的 我知道 已经采了样本了 过两天就会有答案 把她抱走 抱着呢 给那个枪借饭去 那是她的种 好像 现在还没有确认吧 我不管 我不想再看见她 孩子刚出生 都需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我们不可能抱走 别再让我看见她 她发疯了 这件事情 对于他们两夫妻 都是天大的打击 你去哪儿了 我让他们把女孩拿走 看见她啊 我心里就有火 拿走了 你拿哪儿去了 怎么了 舍不得是吗 那不管怎么样 那也是 不管怎么样 也是你女儿是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在怪你 我知道 你也是受害者 但是我每次看到她 我心里难受啊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是那个禽兽的错 不 等亲子鉴定出来 就起诉那个畜生 她的女儿 我们不要 你要的可乐 汉堡 你到底知不知道家住哪儿 那有没有亲人 有啊 我有一个儿子 还有儿媳 她很刚结婚 对我可好 叫什么名字 记不起来了 阿姨 没名字 没地址 阿姨 你穿越来的 你兜里有没有身份证 你看一下 有啊 她们说记不起来 找不着家 就记这个地址啊 今儿是什么运气啊 你 你找我 不舒服吗 不是 还行吧 我找你来是想问问你 我弟弟他 是不是暂时回不来了 她 她现在还在配合调查 你想见她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帮我录一段视频给她 我有些话想对她说 怎么不自己当面跟她说 我怕我见了她 我怕 说不出口 妈 妈 喂 陶主任 我是王阿峰 我告诉你我现在没空 你有事找别人 你母亲在我身边 你怎么会跟我母亲在一起 你们在哪里 精神治疗中心 精神治疗中心 好 马上过来 头发可以稍微 张无 我突然间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要不我先出去 不打扰你了 对了 跟你说一下 无期有一个父腔怀孕的病人 手术失败 已经死了 张美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现在孩子已经六个月了 现在孩子已经六个月了 这个时候 我是不会放弃的 内科中医生 请到办公室有人找 内科中医生 请到办公室有人找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心情再不好 看到你就全好了 我怎么突然发现 你很会哄女孩子开心 哄得不好 主要靠刷脸 我找你有点事 怎么了 你刚从张妹的病房过来是吧 对啊 什么事 张妹的腹腔认身 一直兼职到现在都没事 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 我虽然被切除了子宫 但是从张妹的病情上来看 腹腔认身也是个挺不错的办法 也许我就有可能再次怀孕了 是吧 跟我来一下 说说吧 怎么回事 那我长话短说 我在医院门口碰见了我母 她又不记得住呢 也不记得您的名字 后来找出来个地址 我一看 是精神治疗中心 中心那边医生认识她 就给了你的联系方式 我这才知道 原来她是你妈 这事别说出去 你这是求我吗 对了 我要下车了 这个还你 小事别那么在意 你让我记住我还记不住呢 下车了就全忘光了 最后是这样 哈哈 我也全忘光了 妈 你怎么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呢 哎 我现在 哎不是都想起来了 你 子叶 叶子 叶子 下午是怎么回事 哎 哎 我一时着急往的 哎 哎 哎 现在想起来了 你 啊 也是 常人爱 结婚 哎 还有你 哎 你们结婚的婚礼 我都记下 结婚 王敖峰 嗯 苏苏跟我说过你 她说你这个人 没有责任心 没有同情心 无药可救 她看人挺准 她看走眼了 你还不错 其实我不想做护士 是因为我跟家里怄气 我爸和我妈都是医生 所以我才 那你不代表我想听你的心路历程 你可以下车 拜拜 拜拜 我们回家啊 这些都是坚持富江认身的病例 红色名字的 是已经死亡的病人 你查了很多病例 我也想给你希望 但富江认身这条路 是行不动的 可是张妹不是坚持到现在吗 她的状况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她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 她自己也清楚这点 所以有机会 我们应该要劝她放弃认身 叶子 你应该这样想 富江认身这条路 已经是一条死路了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上面 花费任何的精力 我们可以去寻找新的方法 你不用安慰我 我知道 没有可能了 叶子 你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是要安慰你 也不是善意的欺骗 我只想告诉你 即便还有一点点希望 我们都不会放弃 好吗 喂 现在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过去 淘灯的妈妈见不到我又再发脾气了 我得过去的 她妈找到了 丢过吗 没有 快去吧 老太太需要你 就这么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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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你再来 我可以让你来 你吃了 我可以让你吃了 我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严谨的科学事实告诉我们 腹腔怀孕的可行性太小 危险性太大 到最后你会发现 希望只能是失落 腹腔怀孕是个新发明的高科技吗 楼上的有点常识好不好 腹腔怀孕就是宫外孕的一种 不懂回去问你吗 腹腔也能怀孕 那么男人也能生孩子了 奇迹都是在人的努力下才会诞生的 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生孩子真的那么重要吗 自己好才是真的好 那是因为你没有当过母亲 今天这几个病人你都看一下 有情况随时跟我会吧 这不是叶医生的病人吗 叶医生请假了 又去淘主人家我照顾老太太了 你怎么知道 这事哪儿完得住 我整个医院都传电了 孟医生 你说 陶主人是不是想用这个办法 拆散月医生跟杨医生啊 不可能 他跟谁说话呢 你别管人家了 我说你还能再八卦点吗 我 我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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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先喝杯水 好 你先休息 妈 您去不着 你好 请问是精神治疗中心吗 我想问一下 有位叫蓝小丽的女士 去过你们那儿吗 什么 她一直在你们那儿住院 那她儿子 什么时候来把她接走的 几号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警察也在等亲子鉴定的结果 他们让我这段时间 别离开上海 那你就安心回来上班吧 这几天医院都快忙死了 我是来辞职的 我现在没法开救护车了 为什么 孟医生 何女士 您要过来上衣服吧 是啊 都下课了 我准备回家了 你手臂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 没事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是你 你不就是新闻上面说的那个 强奸犯吗 怎么还在这医院里边啊 你就是这些强奸犯 听到了吗 他就是那些强奸犯 他的救护谁敢做 医院这么多医院 我出事了谁负责呀 你们别瞎说 这事还没下结论呢 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 可是你没做过 可我受不了别人这样支支点点 这样吧 你先去看看你姐姐吧 算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别给他添堵了 你请我把辞职报到地上去吧 再见 张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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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 我妈没事吧 睡着了 好 那就好了 你真的关心她吗 什么意思 我找到这个 我打电话确认 阿姨早就入院治疗了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你把她从治疗中心接走了 时间就在星期一 我跟杨俊波求婚的那天晚上 你选择那个时间把阿姨接走 就是要利用自己的母亲来制造我和你复合的机会 对吗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我甚至都怀疑 阿姨对我的那些依赖都是你教的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不离开你们身边 我说的没错吧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我现在回去 把阿姨送回治疗中心 从现在开始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误会陶主任了 我们的事情你并不清楚 我知道阿姨的事 那天晚上的情绪非常激动 吵着闹着要见陶主任和你 所以陶主任才会接她回家 她是为了稳定阿姨的情绪 不是你说的利用 你怎么知道的 上次阿姨走丢 我把她送回治疗中心 那边医生告诉我的 叶医生 我这人最不爱管闲事了 但是你这么说陶主任 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我都听说了 我都听说了 你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吗 为什么不跟她解释 为什么要解释 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 阿姨走丢的时候 我记得你的神情 心底最深的担心 是装不出来的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 差不多这么高六十来岁 但是神经很恍惚的样 没有 谢谢 我虽然不是很欣赏你这个人 但我相信你不会利用自己的母亲 陶老师 杨医生在吗 杨医生不好了 怎么了 你们 这是要打架吗 还是打完了 找我什么事 对 张妹出事了 严重内出血 准备手术室 好 张妹 张妹 你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胎儿已经溜个半月了 等一下手术就要决定这个孩子要还是不用 我要抱胎儿 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知道 我要抱胎儿 不管你选择什么结果 这手术都必须有家属签字 我弟弟 上张老师来签字 你跟着我干嘛 你不能辞职 我现在这个情况没法继续工作 你不都看见了吗 既然你是清白的 你为什么不能等等呢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我有心理阴影信不信 我不想再开救护车了 我不想再被别人指人求罪犯 我们都相信你 你说的我们是谁 杨医生啊 叶医生啊 还有你姐 你姐也相信你 我姐都不愿意见我 不会的 如果他们知道你要走的话 他们肯定都会挽留你的 你看 我就说他们会挽留你吧 电话来了 你你干嘛 我已经做决定了 不用全 再坚持一下 我们就在联系家属 能想办法联系到他吗 联系不上 阿尔 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 没有家属签字 不能手术 病人已经等不及了 必须马上手术 可是我们还没有拿到家属签字 没有人签字 我负责 杨区博我警告 如果手术出现了问题 这座人你做得去吗 我去 我自己去 先去手术室 能一点 新生儿科已经准备好 加护病房和卫生仪器 随时准备救出早上婴儿 有薄吗 非洲不是白去的 杨医生 麻醉匙已经准备好了 让他开始吧 这手术是不是难度特大呀 手术之前不要想着这些 是想着怎么救人 明白 陶桃 王阿峰都跟我说了 说什么了 你接阿姨回家 是为了稳定她的情绪 这你就相信了 我给治疗中心打过电话 他说的是真的 对不起 我之前没有了解清楚 误会你了 你没有误会我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向你道歉 手术后再说吧 什么手术 张妹那出血 她需要剖腹产 张妹 她不是杨俊波的病人吗 张妹那出血很严重 她一个人解决不了 我没听错吧 你主动要帮杨俊波 我不是帮她 我也是医生 救病人是我的职责 不是为了她 对了 你赶紧去找张五 张妹的手术 要第一时间弄着她 你真的是一个 特别好的救护车司机 真的 你对这个工作 已经毫无兴趣了 你别这样嘛 就因为那么一点事情 准备开始手术 我佩合你 你们两个要合作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这是妇产科最强阵容 我负责大人 你负责孩子 咯 咯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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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是医生 请开门 讯上车 让我来看 快 合力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遇不出血 有点空间 张五文 是合力 赶快送医院 让开 让开 有点空间 帮我忙 让开 张五文 不好他关迷了 好好好 来了 可以走了 你才这样 我们怎么走得了啊 你们放心 没事的 这么多疑 我不能看 demás 更多疑 更多疑 好像 书前准备好的鞋已经输空了 输空了 什么意思 张妹是学猫写 院里贵分手 已经联系血战了 赶紧催 写库的IHN进写 被另外一个院调走了 咱们晚了一步 现在他们已经在联系线写者了 糟了 出血过谋 如果不出血的话 张妹就辞兵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